好 大家久等了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时间 有一些调整 到30分 跟各位直播 那我们的直播时间 今天也会缩短一点 应该就20分钟 到25分钟的时间 那今天的主题呢 叫做苹果不香 台积电太胖 这个巨型股的哀愁 为什么苹果不香了 为什么台积电太胖了 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现在目前市场的方向 从苹果跟台积电 这两档巨型股票 来看出一些端倪 那当然先谈到这个苹果 为什么讲苹果不香了呢 因为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波尔夏海色威 在去今年第一期 是大卖苹果的持股 而且卖出的量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惊人 那这个事情呢 在上周末 这个波尔夏海色威的股东会 上面揭露 那这场股东会呢 当然还是由巴菲特来主持 而且是one man show 因为今年是没有芒果 他的老朋友 这场股东会缺了一个 很重要的 大家怀念的老先生 非常有智慧的老先生芒果 所以呢 就是巴菲特一个人的one man show 那巴菲特呢 当然在这场股东会上面 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全界都是在关注 这场股东会 而且呢做了非常多的节路啦 那其中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巴菲特说呢 他希望他能come back next year 也就是说他年事已高了 我想这老人家也知道 自己可能来日无多 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年 会再继续主持 这个在一场的股东会 那我们都由衷的希望 他可以一直主持下去嘛 但是我想 人总是有一个天命的 那我想巴菲特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当然他就讲说 他希望这个明年还能来 那这句话呢 其实颇为伤感了 那另外呢 他的接班人也出现 而且这个接班人 其实非常低调 那当然大家也觉得 他是一个聪明干练的接班人 不过呢巴菲特也讲说呢 他不会像我受到这么多的瞩目 这个话也是实在的 毕竟他就是巴菲特的接班人 那以及呢 在这次股东会上面 波克夏海瑟威的财报揭露了 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波克夏海瑟威 这一季的财报情况 那他第一季的营收年比增幅是5% 这个是超出场预期的 他的投资收益呢 是19亿美金 那以他的投资部位 3000多亿美金来计算 这投资收益其实并不亮眼 对不对 并不太亮眼 而且呢 这个投资收益是年比下滑了 64%的幅度 不过呢 是好于预期 因为今年第一季啊 苹果的股价是大跌的 跌了超过一成了 所以这个投资收益上面呢 其实隐含的苹果股价下跌 所造成的减损 那第一季回购股票呢 26亿美金 去年第四季呢 回购是22亿 所以每一季大概 20多亿美金的这个金额 就回购波克夏海瑟威的股票 那同时呢 最惊人的是 他在今年第一季减仓 每股达到200亿美金之多啊 而且呢 他最主要减仓的股票 就是他最大持股 苹果 那这件事情呢 当然就众所瞩目了 到底他为什么要卖苹果 而且卖的幅度 跟卖的数字这么惊人 那对苹果的股票的投资呢 加起来 他现在目前主要的投资部位呢 是3300亿美金 所以我刚讲说 如果以他的账面收益 19亿美金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算太亮眼 而且年比衰退的幅度 超过六成的 主要的苹果股价下跌了 那此外呢 他的今年的第一季呢 是净利是127亿美金 127亿美金是整个 波克夏海社会公司的净利 那当然就包括投资的部分 那最主要他是保险的部分在赚钱 保险部分赚钱 那去年同期呢 是355亿美金的 这个一季度的 第一季度的这个收益 这个就是他的获利 所以是也是明显衰退了 那至于说排除了投资 未实现损失的盈利呢 这是巴菲特最重视的指标 今年第一季增长是32%的幅度 到112亿美金 那此外呢 年比增长的幅度是39% 那这个数字就亮眼了 对不对 就排除了未实现的投资的部分 他的盈利的情况是这样 这其实是巴菲特最重视 因为巴菲特一直在告诉股东 这个投资啊 长期投资其实不让他去看 短时间的账面上面的亏损 或者说呢赚钱 这都是一时的 那真正长期的投资效益 才是重点 那此外呢 另外苹果 最惊人的是呢 他的持仓部位 从去年第四季底 1740亿美金 大降到1354亿美金 哇这个几乎啊 持仓部位少掉了多少 少掉了将近400亿美元啊 那你说是卖掉400亿美元的 苹果的股票吗 不是的 因为今年第一季 苹果股价是跌了11% 所以换算苹果股价的跌幅 大约计算出来 这个波克夏海色威 今年第一季减仓苹果的股票呢 是达到了超过1亿股 1亿股 那去年第四季 它小小卖了1000万股 那都已经引发市场注目了 这次卖超了1亿股 超过1亿股 而使呢 苹果的持仓部位 从9亿多股减到7.6亿股 这卖超的部位这么大 减幅高达13% 当然就引发市场的注目 就人家问说 为什么你要去卖苹果的股票呢 那巴菲特当然就 跟大家解释呢 说他并不是觉得苹果这家公司不好 他甚至觉得说呢 苹果这家公司比他 所长期持有的可口可热 美国运通 这些公司都来得要优秀 但是为什么要卖 主要原因他想的是税务考量 因为呢 现在目前的这个 美国的税是21% 他说未来非常有可能会涨到32% 甚至到50%以上 所以考量税务呢 他先卖掉苹果的一部分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话 其实呢 某种情况就是表面上面的冠冕堂皇的话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题目叫做 为什么苹果不香了 讲实在 如果说苹果在巴菲特心中 丝毫没有动摇的话 我也不觉得他老人家会因为税的关系 去卖出那么多的苹果股票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苹果这家公司在巴菲特心中的地位是有动摇的 更何况去年第四季苹果单一个股占整个波克夏海瑟威的总投资的比重 权重超过50% 你想想看你把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投资部位 3000亿美金 放在单一档股票上面 你会不会觉得有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他卖出的原因 因为 单一档苹果占他整个投资部位 在去年第四季底超过五成 这个比重太高了 剩下其他四档什么美国运通啊 可口可乐啊 雪佛龙啊 这些股票加起来 最多最多嘛 美国银行也不过就10%而已 其他各档都大概就是5%到8%之间嘛 所以你可以看可以看到他五大持股 其实已经占他整个投资部位的这个比例实在太高了 更何况一档苹果超过50% 所以我这个觉得减仓最主要原因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苹果连续六个季度营收衰退啊 这个其实对于巴菲特来讲 应该也是一些他可能减仓的问题 再加上各位可以看到 苹果这几年创新的能力确实是有待加强 不能说他没有创新 他创新能力确实是有待加强 我想这些呢都会是苹果被减仓的原因 那不管怎么讲 这就是巨型股的悲哀嘛 对不对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普克夏海瑟威举行股东会之前的一天 苹果发布了财报 而库克呢在不好的财报 虽然说市场说超出预期 但是事实上他的营收还是衰退啊 他的获利的情况也还是衰退啊 虽然衰退的幅度没有 现在市场想的这么大 但是还是衰退 对不对 就是苹果的营收跟获利 今年第一季还是衰退 虽然说衰退的幅度好于市场预期 大中华衰退的幅度也好于市场预期 但是还是衰退 可是在这同时呢 库克就苹果的CEO 宣布11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同时加发他4%的股息 就是提高他的这个鼓励发放到25美分 这25美分的这个股息发放是增加了4% 而且苹果已经连续十几季度 是增加股息发放了 用这个方式让市场的信心回来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库克已经知道 普克夏海瑟威的财报发布 会揭露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苹果的持仓嘛 所以多少在事前先做了很多的动作 以防苹果股价再继续大幅下跌 尽管如此了 今年苹果股价还是跌啊 尽管上周五苹果收盘涨了6% 他今年股价还是表现是逊色的 标普全年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5-6%了 但是呢 苹果还是下跌 还是有个位数百分比的一个下跌 尽管他上周五大涨6%收盘 他还是没有回复到年初的股价 那这就是所谓的苹果不香 那台积电太胖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在上周啊 台子期被列为载机指数了 这个载机指数呢 是根据美国CFTC的定义 什么的定义呢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连续啊 这个三个月 某党股票占该党指数的权重超过三成 达到45天 那这个指数就会被列为所谓的载机指数 由宽机指数被列为载机指数 那被列为载机指数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CFTC呢 他就不会允许美系的投资人 不管自然有法人去投资这个指数 相关的商品 所以换言之 大台小台美系投资人就不能投资了 所以大家都说 这个叫做台积电载机指数的魔咒 或者说呢 是不是台积电权重太重了 所以我就说台积电是不是太胖了 那很巧的是什么呢 就台积电被列为这个这个所谓的被列为 应该正常讲 就是说呢 这是奇交所 他们统计出来 在三个月台积电确实45天 他的权重占比呢 超过台子期的三成 所以呢 他主动要去通知CFTC 告诉CFTC有这样状况 然后CFTC呢 会有三个月的过渡期呢 之后呢 再回复说呢 美系投资人不能投资了 那奇交所会通知所有期货商 你们就不要再接美系投资人单 或者说你不能再接美系投资人单了 那美系投资人真的不能投资台子期货吗 其实不是 他可以透过他的子公司在香港或新加坡 转个弯过来投资也是可以 只是说他不能直接从美国那边下单 投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这个解释给大家听 好 那台积电达到台子期的 台股加盈指数权重超过三成 这件事情呢 是台积电错吗 应该不能讲是台积电错吗 应该讲说市场的资金所触涌所使来吗 因为大家去买台积电股票 然后台积电股价一直涨 而他越涨他的这个权重就越重 因为我们是加权 市值加权嘛 也就是说当一档股票的市值越大 他的权重就会越重 这叫所谓市值加权的意义 好了 那既然是市值加权的意义的话 那不能怪台积电 不是台积电自己本身的问题 而是呢 市场资金不断的去买台积 让台积电股价涨上去 而使得呢 他的市值越来越大 所以这不是台积电的原罪 但是呢 却有人会声会影讲说 你看啊 那什么2022年那一年啊 到2021年那一年啊 2022年的4月1号 然后呢 到2021年的10月底的时候呢 应该讲2021年 对不起 2021年的4月1号 到2022年的10月底的时候呢 这在这段时间 台指期也被列为台积载积指数 而使得呢 台股在那段时间跌掉了 这个租租有4000多点 那外资卖超台积电好像十几万张吧 就是讲说那次的股市大跌 就是因为台积电被列为台积电权重过重 达到45天在三个月的期间 而台指期被列为载积指数 在那段期间里面 所以呢导致了外资大卖台积电股价大跌 台指能从这个16000跌到12000跌了4000多点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去看新闻就会看到 很多人会声会音讲这件事情 就说呢 这一次又会来一次这样的魔咒 这样的梦魇又会来了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太牵强附会了 不能讲台积电太胖 只能讲台积电作为一个巨型股的悲哀吧 就是他就总永远会被人家拿来讨论 或是他永远就是一个所谓中暑注目的标的嘛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那一次的股市大跌4000年是因为本土疫情 在全球疫情的爆发之下 本土疫情在那一年之间是大爆发 所以呢使得呢外资不断的卖超台股达到一兆多嘛 然后呢最主要也是卖超台积电嘛 使得呢这个加权指数在那段时间确实是大跌了 跌了4000多点 跌了非常重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完全完全时间上的凑巧 为什么讲完全时间上凑巧 因为我等一下会有图有真相 有证据跟大家讲说 事实上外资早就提前啊 把进多单流仓的台子旗部位 转为进空单流仓的整体外资了 我不是讲说只有美系外资 因为美系外资那段时间不能投资 我们讲的外资 它其实包括欧系 包括亚系 包括美系嘛 所以整体外资 我们可以去观察 它在台子旗的进多单流仓部位 最主要观察是大台子 而不是小台子 因为大台子才是洞见关栈的 它其实在大台子的一个进多空仓的流仓部位 它早在这个台阶被列为载机 台阶这个载机指数在2021年发生之前呢 它就已经转成空仓流单 就是它已经看空太过了 而且是提前好几个月 而直到呢 这个脱离了载机指数 重新回到宽机指数 也就是说在这个2022年的这个10月 我们脱离载机指数变成宽机指数 它早就在7月的时候 它又变成多单流仓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外资在大台子的多空单流仓 它其实是领先 完完全全领先台股的走势的 而且是领先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等一下有图给各位看 所以我先把这两件事情讲给各位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定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关系到后面股市什么样的方向呢 是接下来我要五分钟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第一页资料 纳查的指数呢 回升到季线之上 所以在美国萨指数 现在目前最强势的是纳指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上周五纳指呢 一天涨了2% 它已经回到了这条黄色线 就是季线之上 现在目前纳指距离它的历史最高位置 就是3月21号所创下来的 这个历史最高位置呢 收盘的位置呢 基本上只有差2%多一点 也就是说呢 它再涨2% 它就会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美股现在最主要最强势的指标 我们就要看纳指 如果纳指能率先 我个人看法是 如果纳指能率先创下历史新高 基本上美国后面的 其他三大指数慢慢会跟上来 尤其现在目前最弱后的废半指 会跟上来的 所以代表说这一波段 也就是说从3月下旬 一直到4月 这一个波段的回档修正 应该已经确立是结束 包括今天台股又回到了 2万0500点之上的深水区嘛 所以这个礼拜 纳指包括美股其他个指数 以及台股家人指数 是不是能继续往上挑战 这个历史高位是非常重要 而且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你到底区间回档 是一个区间波段回档 还是呢 后面还要再继续 时间波的一个修正 那空间上面我们已经看到 纳指已经回到了际线 但是你可以看到 废半指差很多 各位可以看到废半指的高点 在这个位置 一样是这个 而且废半指很领先 它是3月7号就创历最新高了 之后就没有再创销 我们刚刚讲 纳指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 创历史新高 所以废半更领先 各位可以看到废半 它现在目前的位置 距离它的历史高位 差距还很大 大概应该严格算起来 还有六七%吧 可是纳指已经剩下两%了 所以废半指还没挑战 季线成功 所以我刚讲 为什么美国差距指数 现在目前最强势的是纳指 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苹果 苹果是上周五 其实K线收黑的 为什么因为它开高走低 它盘中一度涨8% 那收盘涨了这个5.9% 我们就算6%好了 事实上它有2%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下压的空间 所以它收了一个黑K棒 那基本上苹果的最高点 是在接近200块美元 它在上周五收盘是183 所以苹果离它的这个高点 就去年12月13号 所创下的200块的高位呢 是还有一大段的差距 但是这个跳空缺口 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 跳空缺口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 这个让上周五美国股市 出现如此强劲的上涨 最主要就是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非农业就业数据 大幅不如预期 大家可以看到 非农业就业数据 公布出来的数字呢 是只有17万5千人 这个数字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比市场预期来的差很多 因为呢 它比上预期差 所以市场就预期呢 降息这件事情可能会提前 从原本11月的降息呢 提前到9月 那如果说 9月降一次 那后面11月还会再降一次的话 就今年会降两码 那就是市场的对于降息的期待 又重新点燃了啦 那另外呢 小时工资的增幅也不如预期 它达到3.9 这个市场本来预期的小时工资 增幅是更高的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CME Fat Watch Tour 它原本降息的时间是在11月 现在目前已经提前到9月18号 这次预期会议 然后呢 到这个12月的 到这个明年1月的时候 对不起 明年3月的时候 它会 明年3月的时候 它这个应该讲 今年12月的时候会再降息一次 所以年底的利率会降到4.75到5%之间 从现在目前的5.25到5 下降两码 这一码 这一码 下降两码 分别是在9月跟12月的时候 这是市场现在目前最新 这个在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出来的 这个之后的一个情况 就是整个现在目前利率的一个情况 好 那回到了 就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部分 现在目前美国的股市 现在目前的技术面上面 我刚刚看法已经跟各位报告 那至于说呢 巴菲特在这次股东大会上面呢 他也跟市场预告了 他说呢 到今年第二季底 整个波下海瑟威的现金持股 会到2000亿美金 现在最高的部位 已经达到1890亿 就是说在上周末 在整个财报上所揭露出来 他的现金 或是约当现金部位 他其中有超过1000亿 是放在短债上面 其他现金 真正在手现金大概300多亿美金 那是真的在手上 账户里面的现金 那其他的这个所谓的1890亿里面 大概有1000多亿 是放在短期债券上面 那个美国非常短的那种债券 就利率大概5%左右 那样的一个债券上面 没有风险 约当现金的 流动性非常好的一个交易工具 那大家看到他的巴菲特所领导的 波克夏海瑟威呢 他的每一季度最近哦 他的现金部位是不断的在提高 这其实告诉你什么 他其实告诉你 就波克夏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 或是说他们觉得美股现在太贵了 言下之意是这样 而且呢巴菲特甚至告诉市场说呢 到今年第二季底 他的现金部位会达到2000亿 代表他还要再继续卖股票 也就是说他还要卖多买少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会要净卖出 他手上的这个投资部位 才会让他的现金部位 达到了这个超过2000亿美金 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 就告诉我们就是说 今年第二三季度 股票市场的行情仍然有待考验 因为波克夏海社会 这么巨型的公司 他们对市场看法 其实已经揭露在这一次的财报里面 不然他们干嘛要卖苹果呢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提高现金部位呢 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他们是这么了解美国股市的 这个这么悠久历史的一个 这么大型的一个投资机构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当股市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太过热观 我们反而要相对谨慎 但是呢 以这一次的回答来看 当股市下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市场资金还是很充沛的进去 承接一些好的标的 所以呢采取区间操作 来回的一个策略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而不是看大涨的时候 你去追高 然后呢 跟市场一头热 然后呢压回的时候 你又不敢买股票 应该我们采取低阶高出 而且呢各位当 美国股市或台股 创立新高的时候 其实你其实要提高戒心的 在那个地方 这样讲很容易啦 但是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因为大家 那个当下都会非常兴奋嘛 你看到一片红隆隆 你都想追股票嘛 可是一片绿油油的时候 就是中沙 四百点五百点的时候 你都吓到了嘛 这个就是人性 所以我们这边在讲的 就是说呢 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讲到人性 人性不就是贪跟怕两件事吗 所以呢提供大家 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注意 就是脸书 上面的诈骗非常的多 你上面去打我名字 软木滑三个字 你会看到很多 什么两百个人三百个人的账号 上个礼拜我又碰到了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呢 一个呃太太就跟我讲说 她又被骗了多少钱了 这个金额我就不说了 那我说你怎么被骗呢 她说在脸书上面 加入了一个 我的这个网页 我说呢 我的网页现在目前呢 是超过三万人 关注的 那如果各位呢 看到名字旁边又打一个蓝勾勾 三万多人 那个就是我个人真实的网页 我的粉丝页 如果你看到是只有几百个人 甚至一千个人两千个人 你不要觉得他上面摆了很多我的照片 或者说呢 我的文章 那些都是从我的网站 或者说从其他地方截录过去的 他们转贴的都是复制转贴 都非常简单的事情 所以请各位 如果要follow我 请上真正我的脸书专一 木华旁边有打一个蓝勾勾的 就是脸书他们有个认证的 一个蓝勾勾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 我的脸书的网页 千万不要被骗了 因为诈骗集团在那上面诈骗的 不然就是运用人性的贪跟怕 讲到人性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 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骗到某些人的钱 事实上他可能过于 某个角度过于贪婪 或者说呢 当他害怕的时候呢 诈骗集团再去恐吓他 说你呢 涉及到洗钱 检察官会来找你 调查员会来找你 所以你要再汇钱给我 我就碰到活生生这样的案例 他已经被骗了一笔钱了 诈骗局还跟他讲说 你涉及到洗钱 所以你要再汇钱给我 会保证金 不然的话 法院就要来抓你了 OK 所以他就利用人性不断的 这种贪跟怕的情绪 不断的诈骗你 所以我就跟那位被骗的人讲说 你不要担心你洗钱 你根本没有洗钱 你是被骗的 但是他还不相信 当着我的面 我这样跟他讲 他还不相信 你说我怎么办呢 好 那最后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苹果减持了13% 这是去年第四季 苹果减持的清单 惠普 派拉蒙 他减持苹果 只有减持1000万股 但是呢 这一次一减持超过1亿股 那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个人觉得 苹果的股价后面 是会有压力的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现在目前利多当头 苹果这次因应 波克夏的减持 事先做了很多准备 包括库克在这一次的股东大会 他也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 波克夏海瑟威 这家公司投资股东的身份 去参加了这场朝圣大会 他也现身在这个会议里面了 那波克夏海瑟威的股东大会的当时呢 一揭露这个苹果被大量减持呢 华尔街其实是一人分 这个我是从CNBC网站截入下来 他们立刻找了分析师来讨论这个事情 是国际媒体非常瞩目的一个事情 好那最后再回来 各位怎么去了解外资真正在台股的看法 事实上你可以去长期follow 外资在大台指卫平仓的部位 这应该是卫平仓 不是卫创部位 卫平仓部位 大家可以看到卫平仓部位的部分呢 你有没有发现 当外资卫平仓部位一路多单 这个注重图往上是多单的时候 台股就是一路往上涨 当他开始翻空 变成是空单流仓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股市就是这样下来 而下来还没有到低点的时候 没有到这个绝对低点的时候 外资就已经开始在转多了 所以外资他是非常领先在台子期的操作 也就是相对应台股的真实走势的一个情况 而最近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外资他已经开始很明显的不断的是在进空单流仓 那现在目前股市在2万点 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会不会如同先前的案例一样 台子出现往下滑 外资空仓的布局呢 持续下去 这个我们可以再观察 我们可以再观察 好 那我想台积业能不能挑战历史高点 是台股能不能 就台股能不能占回800块 也就是台股能不能再去挑战2万0800点到2万1000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在台积电被宣告了权重三个月45天 台子被列为载机指数的一个情况之下 事实上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连三黑的格局 这个非常凑巧了 我不觉得是一个绝对 直接的因素造成台股股价下跌 外资的卖出 但是毕竟在这几天里面 外资确实有一天是卖了8000张台积电 那我们再继续观察台股股价能不能占回800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对不起 应该讲说能不能挑战历史新高 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后面观察的方向 好 那因为时间时间比较赶 我就先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